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六度百科节目 本期节目内容如下 旧金山 流浪者是最大的风景 旧金山的流浪者问题 旧金山 流浪者是最大的风景 这句话的背景通常是指旧金山的流浪者问题 旧金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主要城市 它以其美丽的海湾 壮观的金门大桥和丰富的文化活动而闻名 然而这个城市也存在着一个长期且严重的流浪者问题 这个问题的根源很多 包括经济不平等 高昂的房价 精神健康问题 药物滥用等等 许多流浪者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服务 包括住房 医疗照护和心理辅导 结果 他们在街头生活 无处可去 在旧金山 流浪者成为了一种常见的风景 他们在公园 在街头 在桥下 甚至在人们的私人物业里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并导致了许多社会和政治辩论 流浪者是最大的风景这句话 也反映出了旧金山的一种社会现实 即在这个富裕而美丽的城市中 有着大量的人们正在经历困苦和无家可归的生活 这是一种强烈的对比 也是对旧金山这个城市的一种深刻的描绘 相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以下是几个相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一一一迪 李 Ed Lee 他是旧金山的前市长 他在任期间 曾提出多项措施 来解决旧金山的流浪者问题 包括推动建立更多的庇护所 和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 二贝克 达菲 戴伦 他是旧金山的前监察员 也是旧金山市政府的流浪者与支援服务办公室的主任 他致力于解决旧金山的流浪者问题 并推行了多项创新的政策 三流浪者清零行动 Project Homeless Connect 这是一个由旧金山市政府发起的活动 旨在为流浪者提供一站式的支援服务 包括医疗 心理辅导 住宿和就业辅导等 4-2015年的流浪者普查 这是旧金山最近一次的流浪者普查 结果显示 旧金山的流浪者人数达到了近7000人 这个数字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五旧金山的帐篷城 由于旧金山的流浪者人数众多 许多人无法找到庇护所 因此在市区的一些地方形成了所谓的帐篷城 这些帐篷城的存在引起了许多争议 并成为了旧金山流浪者问题的象征 无家可归者问题的影响 旧金山无家可归问题在今天的社会影响深远 不仅影响到无家可归者自身的生活 也对旧金山的城市形象 公共卫生 治安等方面带来影响 首先 这个问题反映出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现象 在这个富裕的城市中 有很多人无法负担高昂的生活成本 导致他们流落街头 这种经济不平等在今天的社会中 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需要透过政策改革和社会援助来解决 其次 流浪者问题也对旧金山的城市形象造成影响 这个城市以其美丽的风景 如金门大桥 渔人码头等著名景点而闻名 但流浪者问题却给这些美景蒙上阴影 这对于吸引游客和投资者来旧金山 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 流浪者问题也对公共卫生和治安带来挑战 无家可归者往往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 如厕所 淋浴等 这可能导致卫生问题 此外 一些流浪者可能因为生存压力而犯罪 对治安也带来威胁 总的来说 旧金山 流浪者是最大的风景这句话 揭示了一个社会问题 这个问题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存在 并且影响深远 我们需要透过政策改革 社会援助等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公平的生活机会 旧金山流浪者创造了独特的文化 是的 旧金山的流浪者或称露宿者 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次文化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价值观 艺术表现和社区结构 都与主流社会有所不同 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都是艺术家 他们的创作经常反映出他们的生活经验 和对社会的观察 他们的艺术作品包括街头涂鸦 即兴音乐 口头诗歌和手工艺品等 此外 旧金山的流浪者群体也拥有自己的社区结构 他们互相扶持 分享资源 并创建自己的家庭或小群体 他们的生活方式可能与主流社会不同 但他们的团结精神和对自由的追求 却是值得尊重的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 这种生活方式没有问题 许多流浪者面临着健康问题 饥饿 暴力 和法律问题等挑战 他们的生活状况 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帮助 旧金山政府不管无家可归者吗 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旧金山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努力解决无家可归者的问题 他们提供了许多服务 包括紧急庇护所 医疗服务 药物治疗 心理健康辅导等等 旧金山政府也有一个名为 旧金山家庭连结的计划 该计划为有需要的无家可归者 提供长期住宿解决方案 然而 尽管政府提供了这些服务 无家可归的问题仍然存在 这是因为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涉及到经济 心理健康 药物滥用等多种因素 此外 旧金山的高房价 也使得许多人无法负担住宅 进一步加剧了无家可归的问题 因此 虽然旧金山政府 正在努力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可以立即解决这个问题 这需要时间 资源 和持续的努力 旧金山流浪者 是政治正确 还是治理无能的恶果 这是一个主观的问题 因为它取决于你的政治立场 和你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 有些人可能认为 流浪者问题 是由于政治正确的 过度包容导致的 认为政府应该更严格地执行法律 并且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 给予更严厉的惩罚 然而 也有人认为 这是由于政府治理无能 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服务和住房 来解决流浪者问题 无论是哪种观点 都无法完全解释 就金山的流浪者问题 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涉及到贫困 精神健康 药物滥用 住房短缺等多种因素 任何试图将其简单化为单一因素的解释 都可能忽略了问题的实质 谢谢您收看六度百科 这是由一群科学家 经济学家 专业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制作的百科类节目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百科团队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百科内容涉及诸多知识领域 我们努力使其内容真实 专业 不存在预设立场 如果受众发现内容有误 赞同或反对六度百科内容 请在我们的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高见 欢迎大家到六度世界 六度world阅读我们的更多内容 参与六度聊天区的讨论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的节目点赞 谢谢